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兩部轎車一陣一反停在巷洞中央 白色轎車的倒風玻璃被人砸得亂七八糟 藍色轎車後方還擺著一隻球棒 警方到場後發現除了這兩台轎車以外 一旁還有幾個年輕人隨即封鎖現場進行調查 青少年都歐歐嗎 就一開始就大概有十台摩托車吧 還有七台的轎車都冰式的 民眾說的直白就是青少年半夜不睡覺 在馬路上打架 車子躲到堵住巷口 他就一整排從紅燈停到那邊嘛 就一整排嘛 他忽然就看到人衝出來 他怎麼懶得我不知道 我只聽到打就開始打 我聽到棒球棍的聲音濾棒吧 昨天凌晨十二點多 板橋這處巷子內發生抖歐事件 民眾說看到十多人拿著棍棒 草兩部車就是一陣亂雜 甚至有網友上網發問 那一台就可能是不曉得遇到 仇人還是衰小 那一台就可能是不曉得遇到 那撐一下就用它了 正當住戶們都搞不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會打成這樣時 就是警察出馬的時候 原來又是一起感情糾紛 警方說張南前一陣子帶著女朋友上街 好死不死遇到前男友 結果雙方爆發口角 後來可想而知又是相約談判的老戲碼 張南找來五個朋友 結果聲勢浩蕩的開了兩台車 到了談判地點 但卻不知道對方爽約 看到路邊有一群人 不有分說的就上街嗆瞎 結果認錯人 惹到俗稱的仔爹櫻娜想跑卻來不及 兩部車就這樣被追到了死巷子 還波及到無辜的機車 然後仔爹 不愧是仔爹 沒多久就落來大批人馬 浪來尋仇的那群人 沒地方可以跑 最後只能汽車投意 也看教訓不到人 黃南等人拿的棍棒跟刀蟹 只能砸車泄恨 兩部車基本上車窗擋風玻璃 每一處玩好 直到警方到場才一哄而散 而這起外地人誤闖嗆瞎的結果 雖然是載得一大勝 但警方怎麼難做事不管 掉月監視器後還意外發現 鬧事的嫌犯通通開著雙B進口車 相當好認 這下好了 車牌拍得清清楚楚 果然3小時後 11個鬧事的嫌犯通通都被警方帶回 而這時尋仇的嫌犯 也才發現自己嗆錯人 雖然差點被圍毆 但是帶人尋仇也有錯 跟那群仔雷娜一起被警方送辦 頭髮中心鮮美報道 雖然心抵人 心抵人 但警方便制住